大家好,再次游戏废人 很久没有聊截屈灵了 截屈灵我一直都有很认真的在玩 而且目前所有的限定 除了凯撒以外,我全部都已经抽了 那凯撒我当然也有抽,只是又歪了 我到现在应该是抽8歪7吧 还是抽9歪8,我有点忘记了 反正就是除了一次没有歪 我所有限定角都有帮他抽专务 不管是简的专务,还有清衣的专务 还有朱渊的专务,还有爱莲的专务 我全部都抽,然后这四个给我歪两个 所以我到现在专务歪的几率是50% 好,那这个是题外话 今天主要是想要来聊关于绝屈灵未来的抽卡 因为后面的角色能力还不知道 能够确定的只有伯尼斯的能力再加上 接下来会出的是月城柳,莱特再加上星剑亚 这几支应该是大家都可以公认确定的 我们先不管他能力如何 应该可以先确定一件事情 叫做这几支角色都不是防御角 这应该是大家可以认知的公司 没错,博尼斯大家都用过是异常角 月城柳还有莱特怎么看都应该不是防御角 那星剑甲就不用讲了 他绝对不可能是防御角 所以在接下来至少四支角色 84天都不会有防御角 那大家可能会想说我是不是要来劝大家抽凯撒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因为毕竟今天不是来讲抽卡建议 而是来讲对于未来的规划 那当然原本我其实没有那么想要抽凯撒的 之所以会开始想要抽凯撒 甚至现在让我有一点点想要放弃 柏尼斯应拼凯撒的原因 是因为现在的防卫战 问题已经不是火力而是生存 我这次的防卫战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已经打满了 巨变节点其实还没有太大问题 主要的问题是奇袭节点的第五个 我试了很多次才终于打满 大家可以看到我打满队伍前面是用碱 后面是用足元 足元火力完全没有问题 甚至我觉得论火力来说他比碱还高 但是生存能力差太多 军有用过都知道他的破刃很强 输出也不错 问题是他的破刃非常容易吃伤害 尤其想要打出私人异伤又不吃伤害 真的需要抓时机 而现在防卫战要求的都只是你不要死人 没有时间需求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预备组队 其实我每一个属性队伍都算蛮齐全的 不要问我冰队为什么没有放狼哥 问就是没抽到 现在大概就是差雷队 那因为我也没有抽到格雷斯 再加上现在的雷属性 其实也没有特别好的主席 雷的部分我目前就是跟减混搭 物理雷都有减队处理 以太当然就是由足元 冰就是爱莲 火就是由11号 而且我的11号还是2加1 不只11号2加1 连我的科雷达还是2加2 虽然这个2是蓝哥2专武 但我觉得蓝哥2专武 其实比较好用 爱获雷达用这个专武 其实他的破盾真的完全没问题 现在问题只是11号 其实我培养到这样子 而且去打火弱点 伤害还是不太够力 好不太够力 这个其实勉强还行 重点是因为同时出了两只怪 拖太久即使我很拼命的格挡了 甚至可以算是没有吃到太多的大伤害 但一点一点伤害累积下来 战场还是撑不太住 所以我第一次打 其实是前面用火队 后面用减队 但只有拿到A而已 后来改成现在的配置 而且这个配置 我后半朱渊青一盾 还是撕了3次才终于打过 其实这个问题 我觉得也跟游戏里面的锁底有关 因为这两个关卡 都必须要优先打影子 目标再怎么打 你都必须要先锁定那只 在旁边乱的小子打 因为他的血比较少 这也是防卫战的部分 再来就0号空洞 0号空洞 因为现在花园多了闪集 如果有玩闪集的玩家 应该就会发现 其实闪集不一定比较轻松 因为他在第二层的时候 都会出一只 比较难缠的boss 我第一次遇到的是暗影剑 第二次遇到的是 这次新剧型boss 而且他同样两阶段都有 再加上右边 你勾选的这些以太特性 包含第一个 敌人攻击力提升50% 那个打下来真的是 一下你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血 就直接喷掉了 不管是哪个模式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 都是生存压力 讲到生存压力 现在全游戏生存能力 最强的角色是谁 其实是简 虽然不能排除后面的输出角 也有可能会这样设计 但我们先抱持着简是例外 毕竟官方之后应该还要推生存角 所以不可能让每个角色的生存能力 都有简甚至简之上的效果 我们先把简看成输出角 自带生存能力的高标 除了简以外 当然现在就是凯撒 凯撒当然有比本还有赛斯强 我们现在60等练蛮的血量 大概都是1万出头 他提供了5000护盾 以我们刚刚看的关卡 大概就帮你多扛个2到3下伤害 大概多这2到3下伤害 其实就已经差很多了 至少对一个动作游戏来说 就增加很多容错率 所以如果你自认不是高手党 没办法保证自己所有招式都可以闪掉 甚至完美格党 那么在先阶段 即使我自己是比较喜欢伯尼斯 甚至也很想要抽莱特 再加上也被月城有点吸引了 反而是凯撒 是我全部里面最没感的角色 但我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插皮党 甚至可以说我比较偏强度一点 所以在这样子的考量下 我会觉得凯撒比较重要 尤其是接下来四只角色 都不会是防御角的情况下 凯撒的地位可以说绝对不会被动摇 波罗尼斯跟莱特必要性 我觉得就会比较难比较 所以在11号我自己现在用起来 会觉得活力真的已经有点差强人意了 所以要考量绝群未来的抽脚建议 毕竟我自己前面实在是砸太多了 每个都歪 后面的角色需要仔细规划 那么很有可能第一个要考虑的 是可以提高队伍生存率的防御角 这种角色的重要性 有可能就是绝区灵最保值的角色 那当然以上就只是我的推测 跟一些想法啦 反正大家抽卡 帐号是自己的 钱包也是自己的 要怎么抽都是自己决定 XP党当然不用讲 就照XP抽就好 但如果你是以强度考量的玩家 而且又自认不是手抄高手 那么很有可能就必须要先确保 接下来的防御角可以都拿下来 这会比较重要 以上就是这次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 我来到的是 我来到的 我来到的 好 但是 我来到的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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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怕 算是超級重! 要是10倍返しよ! 抵抗は無理! 辣子的悪者 準備は? 安全解除! 攻撃! 無理、ズルでない 是一種狂猛的 需要生存有的 要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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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